欢迎们大家好,我是风干爱花卉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好养的植物 吊竹梅 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特别的耐阴 就算你把它放在光照不好的北阳台 它也会生长得很好 它不仅可以土培 而且还可以水培 吊竹梅的每个叶片翻部有紫色、绿色和银色 它的茎是匍匐茎 特别适合作为垂钓养殖 吊竹梅喜欢弯暖深入的养殖环境 比较耐阴、不耐寒 在低于5度的气温下就很容易冻伤或者是冻死 它对土壤的要求并不严格 什么样的土都能生长得很好 吊竹梅比较喜欢充足的散射光 在敏亮的散射光下 蜘蛛会生长得比较旺盛 叶色也比较鲜艳 它特别惧怕比较强烈的光照 如果光照过强 它的叶色比较暗淡 如果时间久了 它整个叶片甚至都称为红色或者是暗红色 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盆 平时就把它放在了室外 没有任何的遮挡 就算现在是冬天的气候 天气已经没有那么炎热 它的叶片还是被晒得失去了原有的光泽 但这一盆放在被阴处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来看一下这一盆 平时也是把它放在了室外的栏杆上面 它的叶片也是被晒得大部分都成了紫红色 下面再来讲一下胶水 它洗湿怕烙 平时的浇水最好遵循 干湿相间而骗湿的浇水原则 平时只要一看见它的盆土表面发白了 就要及时的给它补水 不要让它的盆土过于干燥 否则它的叶片就很容易干枯 现在再来讲一下施肥 吊猪梅在生长期 最好每半个月给它使用一次全能型的复合肥 或者是花多多一号 在比较眼热的夏天或者是冬天 需要减少给它施肥的次数 当养殖的时间久了 它的猪型没有那么好看的时候 就可以给它来一次修剪或者是重剪 修剪下来的枝条既可以水擦 也可以土培 特别的容易成活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这颗水培的 平时就把它放在了客厅 见不到任何的光照 它也可以生长得很好 只是叶片发绿了发白了很多 如果是使用水培 水位不需要很高 只要腌到最下面的茎5厘米左右就可以 平时里面的水如果不浑浊 就不需要更换 也不需要施肥 非常的容易打理 把它放在客厅或者是书房 点缀一下 也是十分的漂亮 好了 今天有关于吊猪梅的养殖方法 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有用 就给我点个赞鼓励一下吧 十分感谢欢迎我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